大家好,陈师傅开挖具,只开那挖具 陈师傅最近干活,总是比东家干早 今天干完活,自己下去法事一下 到底问题出在哪里 最后这两个月,再不好好接几大活 今年就只能和西北方了 今天接了一个自己最抓业的事情 就是到这菊子树这里挖一个坑 既然东家雪在这里 这棵树就肯定要挖掉 这是一棵柚子树,先把树弄断 然后再把根挖出来 根据我的经验,柚子树的根就跟蜘蛛网一样的 密集好夸,但是没有很深 只要把四周的根全部挖断 就能把整个树根连根拔起 这个树根基本上逼我挖碎了 把它推到一边,东家拿来做茶烧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挖坑 由于我左边这里刚好有十棵白菜 东家舍不得移找 就造成了这个坑,我只能这样侧着挖 挖机没有根坑,平行对正挖的话就挖不直 而且还会把坑挖得很宽 东家就叫了一个师傅,在我的左边拿了一个水平仪 把水平仪打开,就要我对着红外蟹挖直 我还是第一次遇到,我挖个坑,还把红外蟹水平仪用上了 挖这种坑,陈师傅早已熟人生巧 这种高科技对于我来说就是花里扶哨 没多大的作用 这十棵菜,大妈找不移挖不移 我快要把这个坑挖好了,他就来移了 如果开挖之前,把这些菜移开 就不会挖成现在这样,圆不像圆,荒不像荒的形状了 陈师傅本来想好好表现一下自己的技术,真的太难了 本来只要挖一斗夸的,你看现在比我挖成多夸了 这个师傅说,边上还没有挖直,让我再挖直一点 结果是越修,越不知道像什么形状了 本来是长方形的,现在离我自己都看不懂这是什么形状了 上面开口呢,现在是比我挖好了 只要把下面修正一点就行了 左边全是蔬菜,不能堆土,我就把土全部堆在右边 这些土倒之后要肥铁的 最后把底部这些不平的地方挖平一点 再把这些松土全部挖上来 这个坑就挖好了 现在陈师傅亲自下去试一下看怎么样 感觉还不错,刚好陈师傅身高那么深 这个师傅也凉了一下,他感觉勉勉强强够了 挖它深的话,倒之后拿得回土 然后又提来了一大灰,把这些灰撒在底下 这样下面就干燥,不潮湿 后面的事情就没有陈师傅什么事了 收工,回家 今天多挣了几百,生活多姿多彩 大家喜欢陈师傅的,给陈师傅点个关注,点个赞,谢谢 东家今天看了个好日子 叫货车拉了一车石头过来修纪念碑 在距离目的地只有十多米的地方,货车就卸住了 不知道老年们还记不记得这个地方 就是二十天前我推到一棵树,差点砸到五个东家的地方 今天就是来给这个东家立纪念碑 地基几贴前已经借好了 只要货车把材料运进来,就可以用挖机安装了 由于没有钢丝绳,货车上有两根掉石头的铁链 我们就打扎用铁链捆在一起拉车 拉车之前我们先行杀个礼 要是不小心把货车拉发了,有事找东家 我和货车司机同时数了一身二百五 然后一起用力就把车子拉出来了 上次他卸车,我们喊一二三加油,不管用 把车子都拉撒架了 所以这次我们化了一个口号,就把车子拉出来了 货车倒出去之后,接下来就由我挖机来把路修好 把这里不够夸的地方就挖夸一点 前面那里,右边比左边低很多 所以要挖点土,把右边贴起来,跟左边一样高才行 这里有一个竹根,货车司机怕等下通过的时候砸到轮胎 所以这个竹根也必须要挖掉 用斗把这些松土趴紧一下,然后用裂条再反复碾压 一边往后退,一边把边上没有压到位的地方再把它扫一下 刚才卸车的那里还是不够结实 东家要我到旁边挖点借助垃圾填一下 这是哪个大哥在我挖机要经过的路上烧火? 我立马用挖机 音乐停 老点们,不好意思,搞错了 我是个正经挖机主播 把火灭了之后 接下来就把这些抓头挖到这里贴路 这栋房子也以前是我拆的 由于这些借助垃圾没有地方堆 东家就没有把它装出去 挖了几斗,感觉差不多了 接下来就把这些抓头整平 然后用斗用力的趴紧 路修好之后把挖机开到一边 让货车试一下看能不能够开过去 在众人的目光下 货车司机果然不负众望 直接把车开到了终点 当我还在众人面前自夸陈师傅修路很牛的时候 看到货车司机把两个支撑脚伸出来 我才想到这个货车它又是一个吊车 吊车它可以把这些石头拼装起来 我把它救出来 它把我生意都抢了 哎,真的是大意了 早知道就不把路修这么好了 来的时候还想着今天能到这里多挣几百 结果汤都没有厚到 昨天去挖沙米沙没有挖成 今天掉纪念碑又没有搞成 鱼汤自从挖个岛也没人叫我了 看来我是不适合开挖机了 打到回府回家睡觉 感谢大家收看 记得给陈师傅点个关注点个赞 阿卫一下我 今天我在这里干活 看到一个老爷爷在这么冷的贴气下 还在地里挖土 我想帮他先跟大爷说一声 大爷刚开始是拒绝不要我帮助 最后批我的真诚打动了 我要大爷别挖了 我立马把挖机开下来给他挖土 这一块土前面屁带也挖了一部分 后面也挖了一点点 中间还有三分之二的土没有挖 整块土地长满了一种像蒲公英那样的茅草 生命力很强 长得比人还高 如果不把根挖出来 每年这块土地都会长满这种草 只要有这种草的存在 它长得太高就会把阳光挡住 这块土地就种不了其他庄稼 所以这次大爷很了心 打算用锄头一锄一锄的把这些根全部挖出来 他挖了几天才挖了那么一点点 这些根他今天遇到了我 我今天要把这块土地全部挖一片 把这些根挖断 然后把它爬出来 大爷就只要把根解出来就行了 才一爪野的功夫 就陪我挖了一大坝 把土挖松之后 又切后扫几下 这样土就比较细 同时这些根也陪我这样扫出来了 我今天帮大爷把这块土挖完 明天气温更低 他就不用出来受冻了 我在帮大爷挖土的同时 大爷也没有挟着 他就在我刚才挖鸡给他挖过的地方 把草根解出来 现在的农村 年轻一点的 基本上都在外地 就算在家的 他也不会在地里来种庄稼 所以现在的土地 都是靠这些大爷在耕作 才避免这些土地必荒废 你看我挖鸡面前的这些根 却是那些茅草的根 毕大爷用锄头挖出来了这么多 可想熬知这么一点点土 他挖了多少天 最后把我挖鸡压过的地方挖松 这块土地就挖好了 我下挖鸡问大爷 看旁边他还有没有其他土地要挖的 大爷说没有了 他说我辛苦了 看到大爷脸上的笑容 我也很开心 给大家对比一下 这是土没挖钱的样子 这是陈师傅挖过号的样子 今天又做了一件好事 生活又是多姿多彩的一天 觉得陈师傅做的对的 给我点个关注 点个赞 谢谢 谢谢